有些抗疫的新消息,這也是新意 這也是新意,現時政府有講過抗疫的事 專門負責接送患者,可能去醫院、診所求診、求醫 可能回家點對點,最重要是他們不會接載街外的乘客 會不會? 怎樣分辨? 我想他們全貼這部,有些黃色頂,貼一張帶子在旁邊 抗疫的士,你不會上,可能看到也避開 香港的士的小巴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先生表示 業界初步計劃300至400架的士 佔很少,全港2萬部的士,九龍市區加上1萬5千 新界區就5000,大嶼山100 即是到時沒有分是九龍新界的,我們分是紅、綠、藍之類的 如果那些的士在上環接了疑似確診的朋友,應該證實確診 因為接下來他會公佈哪些醫院是指定的隔離醫院 譬如說是北迪山,他都要飛過去 我想他會不再分卡拉顏色,可以點對點,最重要是點對點方便 因為沒理由你中間又轉了的士,很危險 新界區,我想出來九龍,你就在大埔轉的九龍的,也是抗疫的士 還增加了一個危險性,因為你有抗疫的士,我猜吧 有抗疫的士四個字,可能到處都可以去 周先生就說,預計總車隊平均接送大約一千名患者 如果再計算,除了三百架,可能三四個 他怎麼計算出來的?一千個 一千個就是他現在預計三百至四百的士 每一天? 對,總數有三百至四百的士會做這件事 我想他會分回上下間的 我猜有些晚上沒理由直踩二十四個小時 才半夜那些 總之平均每一架就接載三四個 一千名患者 但我可能看到這宗新聞,我有點奇怪 那些的士大佬真的肯製嗎? 其實也挺高風險的 挺高風險的 所以有提到薪金方面 薪金方面,業界那邊仍然是商討中 希望司機能夠有二千至三千元一天 二千元,平時一日的士扣了成本 可能好景都是撿差不多 如果現在不計算疫情 平均的士司機收入一萬多元 慢到尾,去到兩萬元 當然疫情就沒有了 即每日扣五、六百元,扣成本 沒錯,五、六百元也不止 你租車和減氣 我想都會收到一千多二千元 都可以收到二千元 即每一天? 是呀 那現在就收回 那你三千元,你減回即市車租和入氣 那我覺得他們算是有良心 我起碼收五千元一天 車三個就三個 那問題不是我載多遠 或者是成本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 那個風險 我載一個也有風險 因為如果我載他 當然他的新聞說他要有所保證 譬如薪金、防護措施 譬如一定要提供面罩、口罩 或者是保護衣 或者是否要有間隔 然後是否可以每天都可以 有專人幫我消毒 還是我自己去消毒 譬如那些消毒劑 是否有些方便 譬如好像手榴彈 一扔下去關掉車窗 好像被焗的偽蛇 那他就死了 這樣才會安全 因為如果做得不好 我載完一個之後 要停工七天 那七天 譬如說 那還要 譬如開工有沒有保險 譬如我載了過程 我真的最後 不知道載到哪天之後 我就糟糕 那你是否有那份錢 先補給我 譬如說 如果你真的載的過程 我補回七天 你不用開工 每天三千元我都照給你 那包底才穩妥 哦 用的時候 你有開工 我照給錢 舊後我不給的 這樣沒有保障 沒錯 他也提及到 業界商討 可能日薪二千至三千元不等 租車入油 跟我剛才說一樣 如果沒有薪金 淨除薪金 沒有平時找雙倍 根本沒有人肯做 沒有人肯做 這個對的 我覺得真是公平的 因為是業務性的 還有一件事 車在路面走的時候 究竟是否給他開槍 因為呢 其實你開槍都沒有意思 現在我們平時 譬如我們乘公車 我們都要小巴 巴士沒有開槍 我們乘小巴 通常如果 即是我 旁邊的槍開到 我一上車我都會開一點 因為空氣流通 對於防疫也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 那輛的士 運載確診的人士 那麼後面那個 已經是陽性 百分百 要不然不用載他 對吧 然後載他去指定地點 譬如醫院的時候 他已經是陽性 照的應該是 盡量和外面隔絕 最危險是司機 所以司機才 應該多給他一些錢 或者有所保障 但是司機如果開槍 又或者病人的槍 他又開的話 當然風險又很低 但始終在塞車的過程 例如塞舊水 噴出來 然後會不會吹到後面 這些要做得好些 譬如說那輛車 一定要燒掉所有東西 譬如說 冷氣是不可以抽外面風的 還是可以抽外面風呢 但不排出去 因為冷氣 你沒有車牌 阿通哥也認識車 冷氣系統那邊 有一個按鈕 就是你可以抽外面風 或者車內自己循環 只是自己循環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抽外面風 有機會會新鮮風 但如果你跟著垃圾車尾 抽外面風 整個車窗都會臭屁 但如果你是自己入面 自己內循環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新鮮風 但其實譬如說 是否節省一些冷氣 不用那麼貴 又或者開暖風 就會特別暖一些 如果這輛是一輛防疫車 照理應該盡量跟外面隔絕 所以應該抽外面風 對流那個都不好用了 槍不可以開了 應該有這些規定 應該要穩妥吧 但我反而擔心的士司機本身 當然了 你答應得 的士業界都說 你給得起一個錢 我當然會肯做 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都打了三針了 或者有沒有的士司機 以前我中完的了 我都中過了 你再玩這個 我都不怕 我便招作 但問題就是 這班的士司機 我接了之後 會不會就是 這班的士司機 不能再回家睡了 因為你自己 如果處染了 你又再回家 我家裏可能有五兄弟姐妹 只有五兄弟姐妹 又會再出去 如果我每天 那些確診者 我感染了 那的士大人就說 不要緊 你出去去高梁 我不怕感染 我抵抗力好 我打了三針我不怕 但你回家 你又可能有長輩 兩老 然後有小朋友 或者兄弟姐妹 他們會再播出 正正就是 你們提出的問題 都有解決 01也找了 的士車行協會 永遠永遠會長 吳昆成先生 吳先生 他都說 希望政府提供多些裝備 給前線的的士司機 就算不是 抗疫也好 其他都要加進去 防護衣 面罩 清潔用品 希望多些人受惠 特別是 如果真的開了抗疫的士 更加危險 一定要包含 另外 剛才你說的 的士權益創會 李康俊先生 他亦都說 司機 會不會提供一個宿舍給司機 即是我不回家了 整班這班 300至400個 假設 在竹谷灣 特別做一個地區 全部負責接載 抗疫的士的司機哥哥 在這裡休息 因為我免得有這個風險 我回家了 其實很多醫生都是這樣 當時訪問的醫護人員 正式是醫生 姑娘都是 他自己租一間酒店 或者自己的宿舍 完全跟外界隔絕 他們是內循環 對 免得離開醫院 或者免得回家 感染到兒子 老婆 但是要規管好一點 要不然又變成國泰基斯事件 是的 你知的士哥哥 他們都辛苦 例如你隔壁酒店 但是 一定有些 可能300個 裡面有個忍不住 然後下去樓下 然後找姐姐 或者整齣牛雜 然後被人家周到 這樣就無謂 一刻就出高些錢 好像 因為 去到現在 郭泰基斯那邊 已經在用的方法 就是高身 類似 就是叫他們 不可以離開 由機艙到酒店 中間是不可以見任何人 然後還要不停地飛 不停地飛 不停地飛 不准回家 起碼差不多兩三個月 當然辛苦 免會精神分裂 但是就是為了避免隔壁和染疫 是 如果那些的士大佬 你安排了他住的 然後他又到街周圍走 這樣已經破壞了 又不行了 另外 這裡還有公聯會 汽車交通運輸業 公會 九龍分會 杜先生 杜新堂 他又說 喂 為什麼要找我們的士行家去接載 為什麼你自己政府不找 其他人 你又巴之旅 他就說他覺得有些風險 當然有風險 有風險 我覺得如果肯做的 即是給錢的 你司機可以的 答應 我覺得都會贏 因為現在晚上都在索敦道 哇 你姊姊看到心都很寒 周圍也是 銅鑼灣也是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去做的 正如紮鐵一樣 對 辛苦或危險 高空工作 地盤抹槍 對 你出得起的錢 不過我沒有的士牌 你出得高一點 大群人搶著做 有些人不怕 除了傷風感冒 或者我根本都中過 我都中過了 可能有免疫 我覺得也是 最終要看有多少的士司機肯做 現在還在討論有多少人會做 如果到了最終 原來只有一個講字 我叫你那邊去做 但那邊又沒有人響應 可能只有二三十個 未必做到 還有很搞笑 我覺得 你現在就做三百個的士司機 看看能不能幫忙做到 三四百個 但問題是 你的的士司機又怎樣 很多就是現在我坐完你的車 去到醫院那裡 去完醫院做完之後 對呀你中了 他叫你回家等 或者叫你回家那邊隔離 那剛剛就即時坐回回頭車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